三系列侧面按键板拆装视频 注意,拆机前先断水断电,避免意外发生 一、用十字螺丝刀拧下底座的螺丝 二、用螺丝刀扣出底座上的卡扣,使上盖脱落 三、将上盖与主机的连接线拔出,使上盖与机身分离 四、拧出侧面按键板支架螺丝,取出支架,取出按键板 五、将新的按键板冲进外面 在壳内,重新固定按键板支架,将连接线插到指示灯上 六、将上盖与主机的连接线插到指示灯上 重新插到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 重新拧回底座螺丝